作曲 李宗盛 翻上月嶺 风呼啸而过 重新磨练的生活 寒水与苦涩 挑战最千人的岁月 我们会退缩 为大的时刻 少年风一样划过 我不会失落 眼眶在闪烁 远方天空那颗星 等着我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个兄弟就别再跟着我 下面的路我想一个人走 阮蛋 你记住了 我们是兄弟 以后有困难记得找我们 不管你在地球哪个角落 有人要能够挂念你的战友 永远只愿我不退缩 什么时候才能把真相告诉他们 我有那么一天呢 但不是现在 那是一个普通的碉堡 里面放的东西 你们能在任何一家老百姓的屋里找到 我给你们三十秒的时间 你们各自利用里面的日用品 制作一件厉害的武器 计时开始 是 手机弹 来吧 你们各自介绍一下自己手里的超级武器 卢菲 卢菲 你先来 我这个山寨版的青龙远远刀配上一匹赤兔马 我想干十几个人应该没什么问题 以你的格斗技术 打十个人早就没什么问题了 我看这把山寨大刀啊 实在是多此一举啊 司马 我这个煤气罐引爆可以当炸弹 开阀可以放毒气 杀伤的非同一般 想法不错 可如果你要点着这个煤气罐 岂不连你自己一块也炸死了 而且如果对方手里有枪 打爆这个煤气罐 那死的就只有你了 其实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很多东西 都能制作成威力巨大的爆炸性武器 今天我们的训练就是 如何利用日用品制作炸弹 什么事 今天上午的训练到此结束 大家回去好好休息 下午到会议室开会 继续 上 让咱们好好地休息 不是什么好的兆堂 行了 都别瞎想了 下午啊 就都知道了 去 我有个不幸的消息 要告诉大家 刚刚接到大赛组委会同志 每个国家的参赛选手 不能超过六名 所以 我只能遗憾地告诉大家 你们在座的七个人当中 必须要还再淘汰一个人 我知道 大家能来到这个位置 很不容易 尽管这个决定有点残忍 但是我相信 你们每一位都是很优秀的战士 组织上决定了 将对你们进行一次文化考试 成绩最差者将被淘汰 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不过 司马战哥 有什么想说的 我觉得这种淘汰方法 对我和陆飞不公平 他们五个当中最差的也是大专毕业 只有我和陆飞是高中毕业 这种淘汰方式太有平衡性 淘汰方式 还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 这是军区领导决定的 你必须服从 军 我说一句客观的公平话 在座的哪一位 不是经过过五官斩六将来到这里的 从军事技能上 你们谁也不比谁差 可我们面对的 是现代化的战场 而且这次比赛 也是国际性的比赛 文化素质 也是衡量一个现代军人的标准 所以 我觉得这次文化考试的淘汰方式 也是可取的 这并不是要针对谁 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化军人 就必须要过这一关 现在不过 将来也得过 迟早的事 好了 接下来几天的训练取消 大家好好复习 准备考试 散会 PRO TE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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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考试内容由英语 数学 语文三部分组成 司马的担心不无道理 虽然我和他同是高中毕业 但我读的毕竟是重点高中 从小也被无数家教包围 这点司马都知道 和我比起来 他根本没有胜出的机会 进 现在我宣布 这次考试的成绩 唐邦国 到 九十八分 李洁 到 七十五分 到 韩明慧 到 八十六分 司马丈哥 到 四十五分 林孝菊 到 九十分 陈宝宝 到 八十七分 陆飞 到 零分 陈宝宝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什么呀 说什么呢 你少装糊涂 考试 是 那事啊 中学学了点东西 早就还给老师了 真不是啊 ABCD选择题 傻子都不可能考零分 大哥 我怎么知道 您能考多少分啊 我只有考零分 才能确定比你低呀 我不需要你的施舍 什么叫施舍呀 我答应过伯父要帮你 你别忘了 你爸还在家等着你获奖题干呢 我这就去招零队长 我要求退赛 你干吗呀 不干吗 我不需要别人让 特别是你 你有病吧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知不知道现在题干有多难 让你考军校你考得上吗 这次 你只要参赛拿个名词就能立功 加上去年你就连续两年立功啊 按照规定你就能够上军校 从大途兵变成军官啊 别犯傻了行吗大哥 这次机会错过了 以后永远就都没有了 那你呢 你就能考上军校 再怎么说我也是重领中学毕业 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 我希望靠我自己的真本事 来参加比赛 而不是靠你的施舍 你怎么又变施舍 说来说去又说回去了 好 我不帮你 谁帮你 蓝军那几个人能帮你 没资格帮我 你要求的是公平竞争 公平你懂吗 我没资格 好我没资格 退一万步说 我退我 照样吃香了喝辣的你呢 你要是当不了军官退伍 你就只能被饿死 真好笑 我三岁就会吵哭了 不当兵也能当个富翁 再说了 我天资聪慧 只要我愿意 照样考个军校给你看 你呢 你不当兵能干什么 唱歌嘛 大哥 你唱歌真的很难听 你连当体概都没有天分 你帮你 你太大了 莫菲 莫菲 你答应我 一年一定要考上军校 否则我会内疚一辈子 恨自己一辈子的 好好答应你 还有你也要答应我 好好参赛 拿个名字 咱们一起当军官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还有 不 请你原谅我上次 在你背后对你开枪 那件事我早就不放在心上了 我知道那是你的任务 谁让咱俩上 都是军人 好了 到这儿吧 我送你到车站吧 别 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训练 再说了 两个大老爷们送来送去 你以为梁山伯和朱英潭啊 还十八相送 行 多想念 如是走过的那片绿色 也想念 你叫我起床不停地啰嗦 老妃 现在的我 依然记得 你认真地对我说过 要紧牙 司马说得没错 我们是一生的战友 我们从不打不相识 到进入同一个连队 这中间有误会 有冲突 也有联盟 在这过程中 我们逐渐了解对方的家庭 与梦想 我们三人为了各自的目标 共同前进 为了连队的荣誉携手奋战 而从这一刻起 我 小五 司马 各奔东西 踏上了不同的征程 虽然不知前方如何 兄弟情用存 我们是一辈子的战友 你是否记得黄昏下的绿色 战友啊 你是否还能听到俊豪的响承 战友啊 你还会陪我站岗到日落马 你还会陪我站岗到日落马 迎着风雨不怕寂寞处理着 啊 我不想去著述学校 没办法 爸爸要带队去国外参加特种宁比赛 大半年不能回来 没人照顾你 只有去技术学校 爸爸才能安心地去工作 我可以和马冬阿姨住一块儿呀 马冬阿姨要调走了 他要去哪儿 要去他一直梦想去的地方 谢谢你来给佳佳送行 我不是来送行的 我是来接他的 接他 去哪儿啊 我家呀 你不是要去军校当教官吗 我不去了 为什么 我向上级递交了请私报告 开什么玩笑 这次机会多难得 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 我知道 这是一次不错的机会 那你为什么还要放弃 因为 我想有个家 你会后悔的 我不会 因为对一个女人来说 家庭也很重要 你已经为部队牺牲了那么多 现在该是我为你牺牲的时候了 让我来照顾佳佳吧 你傻呀 干吗 不愿意吗 还想逼我去当女强人啊 看 妈妈来信了 上面写着什么 上面写着什么 妈妈说以后 我可以叫你妈妈了 起 diez 陆飞 到 口儿 对 门口有人找 你呢 对 姓郎 好像是吧 不见 为什么不见 人门口站着太阳晒半天了 继续训练 登车 每个月一号的中午 他都会准时出现在军营门口 一直等到夕阳落山 时间一久 他成了军营的日理标志 只要他出现 大家都知道 新的遗愿 开始了 看 那些黑点就是太阳黑子 太阳黑子 太阳脸上也长痘痘吗 对 太阳的青春痘 每十一年就会长一次 今年就是他们的活跃年 别小看这些痘痘 他们的能量 能让地球变成瞎子 笼子 那地球也得和我一样说鸭语了 不错 手语是个好办法 院长 鱼长找你 有紧急任务 进来 站住 把箱子放下 这栋楼里有七八名人质 其中一名在反抗时腹部中枪 这帮人非常专业 而且反侦察能力极强 目前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和多少武器 匪徒手里持有最新型武器 这东西你们军方最在行 马连长 您又是这方面的行家 所以这次借您过来 协助我们完成这次任务 我会携带违旋印的事实投放 你们注意信号 进行违降 听明白没 月安 回orum 去行不行 我了 我了 你听你的东西 我要你 эти军 Woman 站住 你还愣着干什么 你帮我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我找时机投放眩暈单 他们只有四个人 我们可以自己干 那我们速战速决 但保证头领活着 我来处理这边的两个人 大哥 不抵用 解决 我后来处理 我希望 Peace 谁 清理现场 是 晓鸥 晓鸥 远程 晓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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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来了那么多特警 是他们组织内部人报的警 想揭特警的手 干脚王达 我好不容易打入他们的外围组织 差点移民 因为这次意外前行进行 你知道 他们组织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派系斗争很复杂 这次意外 也让你取得了王达的信任 你处理得很好 王达让我护送他逃离过劫 我会想上机汇报的 你也要做好去的准备 因为这是一次 走进他们组织核心的绝佳机会 明白 帮我个忙吧 什么 把我家门口监视我的那些警察都给撤了 哪个家 我只有一个家 你不是一年没回去了吗 我当年做的一些黑格程序在那儿 王达需要那些程序 好的 我会安排好的 这是新的联络方式 看后销毁 这是新的联络方式 看后销毁 你就是给我纸条的人 对 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 我是情报部门的 我叫常新建 我们调查过你 在你入众的时候 为了寻找妈妈 曾经设计过一套软件 能跟我谈谈你设计这套软件的思路吗 我曾经仔细地观察过 每个人使用电脑都有自己特殊的习惯 比如敲击键盘的强度 点击鼠标的力度 移动鼠标的幅度和方向等等 这就好比是每个人的指纹一样 它是独一无二的 只要有足够的参数 这个人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一旦上网 我就能发现他的位置 当初我做这个软件呢 是为了寻找我妈妈的地址 很可惜没成功 我们测试过你那套软件 虽然有很多漏洞 但是设计的思路和方向还是正确 不好意思啊 我想再确认一下你的身份 首长好 好了 你听说过网阵病毒吗 网阵病毒号称是病毒中的超级武器 是蠕虫病毒的一种变种 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精确攻击 它只对特殊的指定目标实施攻击 所以很难被发现 伊朗的核电站曾经发现过这种病毒 狄心机的战略是它发动攻击的指令 在那儿 它精确攻击的目标就是对方的核电站 它还有一个可怕之处在于 这种病毒的传播速度异常之快 只要跟感染过的电脑一连接 瞬间就会中毒 因为它只对特定的系统 才会展开攻击 所以想要查杀病毒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四年以后 我们这里将举办一个国际性的博览会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显示 一个分裂祖国的恐怖组织 将对这次博览会实施恐怖袭击 他们使用的武器就是这种枉镇病毒 怎么可能呢 研发这种病毒需要大量的资金 甚至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 他们怎么会有这种病毒 我们也希望他们没有 但是种种迹象标诺 这个组织目前 已经掌握了这种病毒的核心程序技术 现在不是他们会不会发动攻击的问题 而是对我们什么系统发动攻击 也许是我们的航空调度系统 也许是核电站这样一丝攻击 会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 社长 这么机密的事情 为什么要告诉我 因为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我能帮助什么 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显示 这个组织目前正在招募一名 有军事技能 懂得野外生存 并且懂得病毒制作程序的人 我们希望 你能够打入到他们组织内部 查找到病毒源 这样的人不止我一个 为什么会选我 首先 你制作的那套病毒 虽然无法和黄真病毒相推并论 但是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二 你的社会关系简单 利于保密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 你是一名优秀的 重国人民节奉军战士 当然 一旦接受这样的任务 你将牺牲一切个人生活 你可以考虑一下 考虑清楚了 打这个电话找我 小五 尽快给我打 因为我没有时间了 我们军人 就是为了那一天而存在 就是为了战争而存在 即使那一天 今天来临 我也做好了备生的准备 我决定了 接受总是交流的任务 如果他们问我 我的军事机能在哪儿虚的 我应该怎么说 不是说的 那他们不会怀疑吗 不好 为什么 你以为 你将会被部队开除 开除 对 这是你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想办法 让部队开除你 我明白了 好 师傅 麻烦您稍微等一下 拿着东西就处理了 把好 摆脱 切细 如果你 对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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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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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知道你可回来的 这么长时间你去哪儿了 我每天都会给你买你最爱吃熊的妈臭豆腐 我知道你回来最想吃的就是这个 你怎么没吃啊 睡不凉了 我现在给你买热乎的 小蓝 小蓝 不要麻烦了 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你去哪儿啊 这是我的私事 你是不是欠人钱了 家里前两天来了好多警察 没关系的 我可以帮你还 我的钱不够还有我妈呢 我的事不用你管 我不让你走 别闹了 让开好吗 司马写信告诉我你的事情 我天天为你担心 我天天说我来这儿等你 我妈要把这儿租出去 我就拿菜刀把那些房客都撵走 因为我知道你肯定会回来的 我等啊等啊 盼啊盼啊 你好不容易回来了 我不会倾向你走 我想去哪儿是我的自由 你没有权利干涉我 我有权利 因为我爱你 出生这些天 我天天为你担心 我每脑子都是你 哪些眼前都是你的眼睛 夜里梦里都是你 有好几次 你在梦里说你不理我 我吓得哭醒了 那时候我才知道我爱的是 我的心告诉我选择的是 我已经告诉司马了 现在我要告诉你 我选择的是 小火 我爱你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爱你一生日常灰火的身 所以 我不会让你走的 一辈子都不会 小蓝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你能明白吗 小蓝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你能明白吗 你能明白吗 我没有关心 你能快不可以从头在哪 我不可以工作 专家 我怪我妈姐 怕我放出去收回来 这里 是个梦飞儿新房 和梦盖世的地理 小蓝 小蓝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知道了 你不想跟我做什么 没有关心 我可以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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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可让人不得 我妈是个善良皇室人 我 Tae 来 我很喜欢你歇悦我的心 一旦接受这样的任务 你将牺牲一切个人生活 我激激 激激 我其實不愛你 小五 你不許耍賴啊 你是問你愛我的嗎 那是因為我跟死媽吐氣 我才能說 你砸謊 好小的你聽清楚了 我不愛你 我不愛你 你不愛了 你做這個幹什麼 這就是你愛我的證明啊 就因為這張照片是嗎 如果這張照片讓你產生了誤會 我向你道歉 我不要你道歉 我說你說你愛我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我當時做這些照片 就只是想跟你開一個玩笑 現在玩笑結束了 現在玩笑結束了 你愛我 不怕绝望 总有几双肩膀 始终不离不弃 又难同当 写起阳岗 我们兄弟一场 才会有不可阻挡的力量 多少次出生如死 我们一起闯 注定了 这辈子都不会遗忘 山有啊 心里永远有个家 山有啊 谁都不能放下 山有啊 有一天 相聚在出发 那段岁月 有太多的心里话 山有啊 心里永远有个家 山有啊 谁都不能放下 山有啊 有一天 相聚在出发 那段岁月 有太多的心里话 山有太多的心里话 山有太多的心里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